双胞胎哥哥替弟弟坐了六年牢 出来后却发现弟弟的事业蒸蒸日上 早已成为公司总裁 然而弟弟看着多年未见的哥哥 并没有过多关心 只是随手递给他一根棒棒糖 和一张银行卡 这什么意思啊 我刚出来 你不过接接风 洗洗尘 去去会去什么呢 找份工作 好好生活 省着点话 开车注意点 住啊 弟弟的言辞让他内心极度不明 但是看着这张银行卡 心里的那点不爽立马就烟消云散了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哥哥拿着银行卡去取钱时 屏幕前的数字顿时让他看傻了 个十百千万 五万 我多了六年牢 你给我五万 你不认识吗 别怪我不义 想到这哥哥立刻换好一身行口 劝着弟媳妇送女儿上学悄悄地填入家中 此时的女人丝毫没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只见他轻车熟路地来到弟弟家门口 观察里面无人后 用手感觉一下门玻璃的厚度 随后把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工具箱放在地上 将锤子拿毛巾包裹住 一锤子砸上去 玻璃瞬间四分五裂 门就这样轻松地被打开 随后他将屋内各个角落装上摄像头 可就在这时弟媳妇却突然开车返回家中 哥哥听见外面有声音前去查看 果然是弟媳妇回来了 他连忙收拾工具箱离开 女人进屋后发现卧室门被打开 脑海里顿时想到可能是哥哥来的 等丈夫回家后 他开始质问丈夫 你是不是惹什么仇家 我没惹什么仇家 那个人不会是你哥吧 你这个哥哥当年是不真皮 多几年老出来胆子更大了 谁敢敢对我出手 说完女人就要打电话让警察去抓他 可丈夫却连忙置举 先别报警 你想啊 这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 那你这一报警警动了媒体 麻烦就大了嘛 随后丈夫向妻子保证 自己肯定能将此事处理妥当 隔天他就在一处乱尾楼找到哥哥 上来就是一顿指责 你是不是疯了 我 你那是打发叫花子呢 你现在有身份 有地位 是吧 我呢 我什么都没有啊 这要不是我和你家人打招呼的话 你知不知道我不存在了 弟弟却说他岳父死的时候立下一组 公司所有的财产都归他的妻子 就连那五万块钱也是平时积攒的私房钱 弟弟让他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可哥哥深知自己做过劳不好找工作 于是狮子大开口跟弟弟要一千万 以后再也不打扰你的生活 弟弟看出此事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 转身就离开 可经过楼道时却被一个门洞吸引 都说好奇心害死猫 弟弟透过门洞发现了诡异的影音 只见画像上的白布突然掉了下来 男人被吓得落荒而逃 于是给二房打电话 要去他家寻求安慰 喂 你在家吧 我来找你 殊不知这一切都让哥哥尽收眼底 于是尾随其后跟着弟弟来到女人家窗外 偷偷录下俩人暧昧的视频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隔天弟弟正在义正言辞的主持会议时 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他昨天和二房暧昧的话 看到股东们对着大屏幕议论纷纷 回头一看顿时惊掉了下巴 你考虑什么呀这是 你赶紧去 去到监工室把监工室先吊死 快快快 许总 你确实有必要 给董事会一个解释 在你解释清楚之前 我向董事会提议 半天他所有的项目投资 尽管怎么跟股东解释 可是铁证如山的证据本内容 股东们都纷纷撤除对他所有的项目投资 吓得公司的女员工都给他递了一份辞职信 我们公司的女员工 辞职信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明天就不来上班了 你们什么意思 与此同时 妻子收到陌生人发来的消息 里面的内容就是刚刚大屏幕上播放的童馆 此时女人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没想到相处多年的丈夫 竟然是个人面兽心的渣男 于是气冲冲的来到公司 二话不说就是一耳光 你打我干什么 你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男人还觉得自己很冤枉时 妻子直接将手机扔在地上让他自己看 看到手机里的内容后才知道原来是哥哥保护 吓得他立马给妻子跪下忏悔自己 老婆 我错了 你打我 来来使劲 我打你个屁啊 你有脸跟韩西那个臭女人搞来搞去的 你有脸跟我道歉吗 对得起我吗 求求你 走开 于是他提起高尔夫球干怒气冲冲的去找哥哥犯杆 可当他踹开门时 发现整个房间里都变成了监控室 公司和家里的情况都被哥哥监视得清清楚楚 气急败坏的男人将屋里砸了个底下 这时 一个身影从身后悄无声息的出现 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 更可怕的是 哥哥已经趁着夜黑风高潜入他妻子家 还在头上装了摄像头 为的就是让弟弟看到这一切 而屋里的女人准备洗澡时 小女孩听到门把手转动 以为是爸爸来了 爸爸 当他跑步去迎接时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黑色身影 父亲看着眼前的一幕却很无助 等他正开绳索回到家 却发现妻子晕倒在地上 他连忙将妻子唤醒 妻子醒来后嘴上一直喊着女儿的名字 紧接着手机上就收到一条女儿被绑架的消息 让他们拿出一千万来交换女儿 妻子却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兄弟 为了霸占白家财产策划的阴谋 就算我有千错万错 我也不能拿莎莎当筹码 像你们这种丧尽清凉的人 把你成什么都做得出来 白眉 你别忘了莎莎也是我的女儿 等他们到达烂尾楼却没发现女儿 于是他们分头寻找 这时一个黑衣人故意把他引到天台 当他跑到天台却发现妻子被黑衣人捅死 徐大文 你疯了 这时诡异的一幕却发生了 本以为这一切都是哥哥祖 却没想到黑衣人摘下头盔竟然是个女儿 我是莉莉的妈妈 你杀了徐大文是吗 杀了白眉 我应该谢谢你 你帮我把那臭娘们给解决了 都是我的 哈哈哈哈 你给我讲 你说没有钱你给我讲没法 你看没法 啊